女孩的屁股上竟然长了一条猪尾巴 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麻烦 比如明明有着优美的身材 却再也不能穿清凉紧身的裤子 女孩尝试过用剪刀剪掉 但始终下不去手 其实尾巴并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比如这天一个黑人同学撞了她一下 女孩知道她是故意的 便恶狠狠地盯着她 结果下一秒 那黑人女孩就贪软在地 手掌擦掉一大块皮 只是每次使用完超能力之后 她都会忍不住地想要上厕所 而且每次排干净后 她的尾巴就会变长一点 随着尾巴越来越粗越来越长 最后女孩连上厕所也成了困难 于是女孩决定去药店买一些润滑剂啥的 可刚准备结账时 她发现收银员是自己的初恋男友 女孩顿时觉得不好意思 赶紧把润滑剂放了回去 然后准备开溜 但没想到还是被前男友发现了 前男友跑出来向女孩问好 并邀请女孩参加她的朋友聚会 女孩分手后仍然挂念着前男友 所以她并没有拒绝 可当她来到舞会 才发现前男友竟然邀请了所有的同学 这让女孩有些失望 这时前男友走过来告诉女孩 其实今天是两人分手的一周年 她想趁这个机会和女孩复合 女孩突然想到自己尾巴的事 如果被前男友发现自己是个怪胎 那她还会爱自己吗 女孩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之后的几天 前男友不停地给女孩发来消息 最终在一番甜言蜜语的攻势下 女孩还是同意了 久别盛心欢嘛 大家都懂得 而就在两人进入尾声时 男孩却突然开始气孔流血 女孩知道这可能是尾巴搞的鬼 她忍不住地蹲在一边开始自责 可随着一通电话打来 让女孩彻底看清了现实 只见她拿起男友的手机一看 上面显示的是另外一个女孩的照片 并且备注的是小可爱的字样 这时女孩才明白 男友之所以暴力 都是她最有阴谋 尾巴绝不允许有人欺负女孩 包括屏幕前的女孩